天亮了,三千亿马云承诺奖励这两大王者之师,却用这句话评价国族9月2日,在两块相当重要的金牌的争夺战中,中国女足以汉的输给了日本队丢掉了冠军,中国女牌则3比0,战胜了泰国队赢得冠军,不过共同点在于,姑娘们在在后,都得到了马云的承诺,身价三千亿大富豪,当众向中国两大团队承诺, 却这样评价中国男足女足输掉比赛后,记者采访在现场贸语观战的马云时提问,未来会投资女足吗?对此马云大声地表示,必须的,而女牌夺冠后,兴高采烈的马云更是表示,要帮女牌姑娘们清空购物车,身家高达三千万人民币的马云为姑娘们许下如此承诺,女足和女牌的姑娘可真是有福了, 但在表扬中国女足的同时,马云也提到了令人失望的男足,她是这样表示的,姑娘们非常棒,一直压着日本打,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,欢迎大家来杭州,今天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信心,说实话,我觉得比男足好太多了, 你们继续努力,事实上,马云此前在男足身上,的投资力度一点都不弱,比如对广州恒大淘宝队的投资等等,但这次亚运会过后,马云显然也转变了认识,愿意为那些真正在努力付出的团队,提供资金的加持,帮助他们改善条件,赢得更好的成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